是啦是啦是我马兹没错 你们没有认错是我马兹 大家好我是马兹 带你一起参说动画的次元 是不是有种吓到的感觉呢 没有想到马兹再度更新影片 竟然会是录脸拍片 甚至有人会觉得 这是谁啊 说马兹没错啦 好这次为什么录脸拍片呢 无疑就是要交代马兹优达 那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我们现在就来解说 马兹优达频道落寞事件 事情就要追溯到2022年1月的时候 马兹优达这个频道呢 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情 那就是一起生的时候被拔掉盈利了 我相信理由大家应该也可以猜得到 那就是YouTube的AI政策 判定我们马兹优达这个频道呢 有大量的新删设内容 要求我们对我们的频道做出调整 30天之后才可以做出审核 如果审核不过 那又要再等30天才可以再审核 简单来说 YouTube要求对影片做出调整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删除影片 而YouTube是不会告诉你 到底你要删除什么影片的 你要自己去决定出来江湖走是要还的 黄标冒险者这个名字呢真的不要乱取啊 所以频道就真的出事了 顺带一提呢那时候的马兹优达已经是一间小型的工作室了 是有员工要养的 我们不可能等了30天审核 不过又要等30天 大家都要开放 所以逼不得已的情况呢 我和优达就从400部马兹优达的解说影片里面 删了将近70部的影片非常的多 这也是那时候你们会在底下留言说 马兹马兹怎么屡灵的影片不见了 马兹马兹怎么叉叉的影片不见了 理由就是这个 因为不删的话我不可能拿回我的频道 是不可能的 当然如愿以偿在2022年的2月 就是隔了一个月的时间 频道的盈利真的是拿回来了 审核真的是通过了 可是呢这也是频道噩梦真正的开始 那就是演算法完全的毁灭了 简单来说影片和演算法其实是同为一体的 所以我删的影片大多数都是频道的顶梁柱 30万50万甚至100万的影片我都删了 等同于把一座大楼的根基直接炸掉 一座大楼直接倒塌 马兹优达频道的观看率直线下降 那个时间点呢大概就是在我马兹 初高木同学第二季解说之后开始就下降了 这时候呢整个工作室其实是处于一个非常慌张的状态的 就想尽办法出一些不同的系列来挽回 频道的演算法和观看率 那时候就出现了全集解说系列 还有就是马兹的吐槽系列 再来就是动画才刚出一半不到就已经开始在解说的新翻解说系列 然后疯狂开车想要挽回观看率 可是演算法终究还是没有回来 最后呢来到了2022年7月的时候 在这里我正式向粉丝们道歉 马兹优达停根考试中实在是 在7月之后呢我和优达基本上就是分道养标了 他就从事他自己想从事的行业 而我马兹呢其实还有在YouTube里面活动 可是我不是在华语圈 我是在尝试跳进YouTube英文圈的这个圈子里面 尝试要到英文YouTube界去发展 毕竟我是马来西亚人 个人觉得英文还算是不错 可是结果呢屡屡失败 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了 时间点来到2022年11月的时候 我就抱着一种心态觉得 马兹优达都停根了半年左右了 那演算法有可能有所改变呢 所以我就抱着这个心态 回来继续更新马兹优达试看看有什么改变 而结论就是是我太天真的 影片的观看率每一次大概就只是 一万多两万观看这样而已 而马兹优达这个频道呢 以营地的方面来说 我和优达是平分的 所以一万两万的观看 基本上根本养活不了自己 所以没办法的情况下 在2023年的1月 博马兹呢又停根了 又搞之中 实在是非常抱歉 那我就总结一下 博马兹2022年 一整年到底开销了多少钱呢 从马兹优达出事情到7月 正式倒闭 到我自己去经营英文频道 总共花了100万台币左右 什么都没有回来 这一年2022年 真的是我们马兹优达的噩梦 2023年的开始呢 我马兹就离开了YouTube圈 往别的事业去发展 所以先告诉大家 我马兹本身现在呢 其实是有工作的 就不是全职YouTuber 而到了现在2022年的4月 为什么我马兹又回来更新 马兹优达这个频道呢 这时候就要说回演算法这件事情 其实知道的人都知道 如果一个频道呢 你停根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它的演算法其实是会一直在流失的 终于到上个月 3月的时候 2023年3月的时候 马兹优达的频道已经 接近没有人在看了 所以上个月我就去找YouTuber商量了这件事情 而他是没有意愿要回来经营马兹优达的 他想要在他的行业闯出一片天 可是我马兹呢 就非常非常的爱动漫 所以经过商量后的结果是 YouTuber决定退出马兹优达 所以我和优达已经拆优了 所以现在马兹优达这个频道呢 就是由我马兹一个人在经营而已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决定回来更新马兹优达 当回半个YouTuber 因为我真的不想这个频道就这样死掉 这是我们接近四年来的心血 希望还记得马兹的大家 喜欢马兹的大家 可以回来看我更新的影片 还有我们也祝福优达可以在他的行业上 大展宏图闯出一片天 那既然优达都离开了频道 那这个马兹优达的频道会不会改名字呢 会 可是我又不想优达完全消失于这个频道 那我现在就宣布这个频道 叫新的名称叫马兹 美优达 留言告诉我你们对这个频道新的名字有什么想法 还有就是我马兹 露脸拍影片的表现如何呢 希望我多点露脸还是不要脸 那就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吧 下一部影片会说这个频道以后更新影片的方针 相信我更劲爆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吧 大家见到这里 大家见到这里 再见